烏克蘭总统扎连斯基星期四到访东北边境地区 机副军队从当地向俄罗斯赫尔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跨境攻势 印度警方星期四证实安德拉邦一间制药厂发生爆炸 造成最少15人死亡 受伤人数上升至最少40人 意大利官员证实英国科技企业加马克林奇的尸体 已经从西西里岛海岸沉没的游艇当中打漏出来 潜水员在星期三发现了5名城坛的尸体 乙军星期四一约弹河西岸屠纳海尔武难民营内出现 有3个人在以色列袭击当中上升 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乙军袭击当地一户人家 因为与英国苏联有关而被捕的巴基斯坦男子被带到拉合二法院 普通的都长乐指 就是禁止 runter击 的告诉我 得我我们上升好 有10个人那及2个人 眼神我和 trips 他们我知道 我營爭的 我的乙军 suka 他可哀恩